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大家好,欢迎回到看跨境就阿米的阿米跨境,今天我们请了一个朋友,跨境电商,很多人认为他只是东海外舱,但实际上这个人是卧虎长龙,他应该有快两年没有在我们这儿上进了,是吧?两年,嗯,差不多。 我们万一通的集团副总裁Tiger,Tiger可能在很多朋友在别的像公开场合可能见过不少次了,那台上看的他其实是我们叫稳如泰山,一个非常老老司机,讲到万一通的海外舱,讲到万一通的海外舱3.0,讲到整个行业,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见解,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Tiger在加入这个行业之前是做供应链,而且做全球知名的供应链,那大家会很奇怪, 我们今天不是讲化境电商的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讲到供应链,我想听你说为什么我会讲到供应链,因为我想想啊,我们从19年年底的时候,万一通就提出了海外舱3.0,对,到2020年到2021年,我看到了咱们的整一个的智能的海外舱,嗯,其实是惊为天人了,这么,然后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你一个一倍的这种大卖家,而且都是老卖家,嗯,可以跟他们讲供应链,然后我看到你在别的地方,也开始讲一个很,很有, 很有趣的概念,就是以前这个行业可能完全不会去,就觉得这个行业不需要这个概念的东西,其实是游行供应链,快速供应链,为什么会开始去讲这个话题? 首先其实我觉得,从我最早进入这个行业以来,其实我自己就一直,关注供应链这件事情,这个当然跟我自己过去的背景有关系,那事实上,不管是跨境电商,还是传统的县下的,零售, 其实它的本质 都是一个供给跟需求 买卖的行为 所以其实 不管你的渠道是什么 供应链这件事情 是永远都存在的 那供应链的重要性 在当销售或者是销量 很顺畅的时候 或者是处于一种 高速增长的时候 那供应链的重要性 它相对会容易被忽视 因为反正卖的很好 反正增长也很顺利 反正只要有货 那能够放出去 基本上就能卖 就能赚到钱 那再加上 能够赚到钱的情况之下 自然供应链这件事情的优化 或者是效率 就会被忽视了 甚至说不重视 这就是不重视 因为它没需要 那其实本质上 应该这样说 最早开始在30年前 我们开始在看全球供应链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当时的线下的零售 已经开始面临到很激烈的行业竞争 所以开始要去优化供应链 去确保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确保自己的利润 确保自己能够保持在市场上面 包含比如说新品推出 或者是热销品推出的时候 比如说不要断 那它其实本来供应链 就是在高度竞争的情况之下 的一个优化手段 那所以就是这两年其实 事实上应该是说 本来在18年19年 疫情之前 其实跨境电商的行业竞争的 这个竞争的挑战 其实已经开始提高了 那我印象中 我们在19年 应该是在六七月份吧 我们在你们深圳办公室 我们聊过一个话题 就是整个供应链的变化 当时你跟我描述了 海维商3.0的一个处形 到了2020年 我跟你们的产品的负责 就是你们另外的同事李鹏 包括后面陆续你们不同的同事 从美国端的品牌 来到伟成的 跟你们不同的朋友 包括后来在今年的4月份 大家可能还记得 深圳的海维商两会 我跟你们的技术方 也做了很多的交流 我发现 你在2019年描述的东西 这慢慢慢慢实现了 好 最关键的第一个问题来了 当时李鹏跟我描述 这个海维商3.0 你也跟我描述过 整个料箱 从原来那个标准料箱 对吧 就装产品那个料箱 到最后你就可以做到 四分之一 甚至八分之一料箱管 这么大半年 一年都过去了 行业对于这种 精细化的料箱的使用 现在是什么原因 一个态度 因为我 我为什么会把 Tiger请过来 因为我们是在前阵子 一辈的这个新品预售 新城计划里面 我碰到他 但很可惜 我没有听到他的整个分享 我当时在外面做了别的事情 然后后面我看到 你们其实在整个新城计划 配合了很多的动作 而新城计划里面 其实跟我们今天聊的 两个话题是其实相关 一个是 游行供应链 一个是整一个海外舱 越往细的去管 那刚刚这个问题 海外舱3.0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料箱管理的精细化 也快一年了 现在大家对他的 这个用户的评价是怎么样 本质上应该这样来说 对于海外舱来讲 我们在做料箱管理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 跟用户是无关的 你们做这个事情 跟用户无关 为什么 当然了 跟用户 对用户来说 其实也是无感的 因为对用户来讲 平心而论 我的客户不会关心 我怎么去 在我的库内 去管理这些SKU 或者是我给他留了 多大的空间 去给他使用 我的用户唯一会关心的 其实只有几个核心的点 上架是不是准时 库内有没有丢失 出库是不是准时 很基础的维度 说穿了 就是我在库内到底是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 现在有一些短片 或者是一些漫画 有些比如说开玩笑话说 比如说在进地铁的时候 你把地铁卡插进去 它自动弹出来 其实里面是在那个机箱里面 蹲了一个人 收那个卡在里面给你寄 干嘛的 其实就像这个场景 其实在海外舱的仓库里头 它到底长得怎么样 本质上对客户来说 其实不是他最关心的 他没有直观的体验 因为对他来说 他看的是我最后的服务结果 好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 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变化 然后让我所有的客户 能够逐渐的去发现到说 我们整个提供的稳定性 在不管是淡季或者是旺季 不管是有疫情 或者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的服务稳定性 就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准 它减少了对外部环境 对我们海外舱运营所产生的冲击 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做自动化的核心 你讲到两个很关键的词 第一是自动化 第二是体系化 而对于用户来说 就像我们今天在国内买东西 我们可能不会去关心京东的仓库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关心是我拿到的东西 我的数据是不是准确 我的时效是不是保证 那好了你刚提到的体系化 因为其实你看从2020年的疫情开始 行业出现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海外舱 无论是中转舱 还是意见代发舱 还是什么舱 它们只有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并不是说 可以给万一通去做软管 我们其实很好奇说 所指的体系化的这个支持能力 都会是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我看到过你们那个非常让人 我们叫起码在跨境出口电商 有相当多人是没见过的 这种自动知情人 但可能在国内电商 或者某一些地方 它已经很成熟了 是 对 那你说的这种体系化的管理能力 跟自动化的管理能力 应该说是先有体系化 才可能有自动化 那这个体系化就这过去这一年多时间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东西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